喔!恐龍捏! 小恩! 台同學BB要帶他怎樣? 飛上坦克 因為他有達到我要的那個成績 我們要送他一個遙控履帶坦克 來!進來了!走! 好!這隻恐龍先看一下 這麼大隻捏! 這就是人家說的侏羅基那種恐龍 好! 好!我們要進來了喔! 好!進來! 恩恩!來!我們拍片不知道會不會打槍 美女我們可不可以拍片買東西? 可以啊!可以! 阿你不知道我的名字? 帥哥啦! 帥哥! 對對對! 好啦!來!我們要直接要先來挑選坦克 他要下班啊! 阿他們可以夾啦齁! 好!來!小恩!來! 快點先看一下坦克! 喔!坦克在這裡! 來喔! 我們先來看 阿因為齁!原本要直播 但是我有測試Wi-Fi 裡面訊號真的非常差 比較沒辦法 目前我們來看一下 欸!美女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嗎? 可以啊! 好!來!漂亮喔! 好!來! 這這三款 目前我看這三款 它是 差點 東西都一樣嘛! 阿只是說 外型 阿這一隻 來這隻叫什麼名字? 這一隻的話 它是德國的黑豹坦克 我去到這價錢沒關係齁 價錢沒關係 好! 黑豹坦克 黑黑這隻 它的信號就是在這裡嘛 對! 阿這鋁帶比較重 真的會重量的嗎? 鋁帶是會動的 阿中間這一根也會動嗎? 中間就會動 然後它還可以有上升 還會翹 對!上升下降的動作 然後包括它整個是可以360度去做旋轉的動作 好! 然後也可以射BB彈這樣子 阿這一隻呢? 那這一隻的話 它是德國的虎坦克 虎坦克嗎? 對! 欸這看起來 小恩我覺得這隻比較漂亮 嗯! 我比較喜歡這隻 好!阿再來!這隻咧? 這隻的話是德國的暴坦克 德國暴坦克 對! 所以它這就算 阿這是真的 真的在戰場上真的有這隻 你真的去查的話 會有一模一樣的坦克車在德國 我眼目要切過來齁 可以齁? 因為它沒要露 還是你要掛這個口罩 哈哈哈哈 好!沒關係聲音就好了 好!然後小恩來! 來!你靠點要這隻嗎? 對! 不錯! 因為它不喜歡迷彩的啦 好!那我們就把這一台 好!包回去啦! 它這電梯我又另外買的嗎? 呃!它的坦克 它本身是用充電的 它有空氣是磁電池的 喔!充電 所以它這也是 裡面也是磁電池的 就對了 對!它會有附一個充電電池給你 欸!噢噢噢! 好!就這一台啦! 小恩你三個好!你三個沒了!快點! 來!你來給BB說怎樣? 謝謝BB 謝謝BB 好!好! 先拿去櫃檯 那我們回去 會來做個開箱 啊!因為他們要下班了齁 欸!然後我們美女 我們用 甘丹十分鐘 我大家來洗一下 來看一下玩具感好 可以啊!那請問你會開到櫃檯嗎? 不會!不會!不會啦!不會啦! 我都給我自己而已 我主要是在攝帥哥而已 好!OK! 甘丹走! 來!先來逛一下玩具店吧 欸!這是遙控飛機喔? 不是!那個的話它是模型 模型嘛! 好!來! 甘丹我們先來看 啊!這邊是熱膏的啦 熱膏的部分 喔!我小時候 在看這個有沒有? 欸!我小時候很喜歡玩這個捏 很多漆盒在那裡跳 喔!這個感覺我喜歡喔! 這我怎麼擠一擠 山豬 欸!我說今天這個熱膏喔!這個東西啊! 它真的是有非常收藏價值的 這個東西啊! 喔!這隻不知道去玩具拍喔!我很怕! 因為喔!拍這個玩具的東西喔! YouTube他們會非常的敏感 但是不管啦! 小孩子成績有達到 喔!我的約定我們就是送他東西 欸!怎樣?小安!今天我們再看看啊! 我們先來看看 好!請勿動說 欸!這遙控的恐龍一當中啊! 這個很流行耶! 啊!還有大腳車 欸!遙控的飛彈啊!恩恩! 啊!這我以前也很敢玩 這在哪種東西啊! 對啊! 啊!這個是什麼?小兒童樂園 好!啊!這就是一般的一種青 欸!這大腳恐龍這到底是怎麼玩的 真壞! 哎唷!咬到啦! 等等!來喔!摸下去! 啊! 哎唷!這個好喔! 我會怕喔! 欸!牠這個好喔! 欸唷! 欸!牠這個會動耶! 牠這個會遙控的喔! 欸!這好玩喔!我來買一隻好喔! 這等一下會叮噹的 哪有這隻青生在那裡叮噹的都要走喔! 對啊! 噢!很可愛耶! 幹什麼東西! 啊!這大櫃的! 欸!你把那隻仔問看 這是到底是動還是怎樣 啊!這小孩抓勒! 欸!這好玩! 來! 好! 讚成白龍學家 這隻青生在那裡賣回來 刷青生在那裡 這隻好玩! 我說這具真的 有一種 風很舒服的感覺啊! 這隻好像大黃蜂的喔! 爛酒在那邊 這個東西喔!用拍片的 我是有解析度比較好 喔!我一看 要開始全部一起來 來買玩具了喔! 這隻這隻不知道叫什麼名字 這隻我怎麼這麼有名字 好! 繼續看 那隻庫斯拉啦! 欸!以前我們看到的 我們以前 龍蝶很生意的 你知道嗎? 真的啊! 喔!恐龍蛋! 來!巴比娃娃! 巴比娃娃! 巴比娃娃! 這... 我看這娃娃! 我都在想看 這娃娃娃! 你知道嗎? 那這邊是那個 機器人的部分 欸!我以前小時候 都在聖戰士的 你知道嗎? 誰知道 聖戰士就刷聖戰士的 來喔! 大人最喜歡的 東西喔! 要買這隻嗎? 這隻 來!一刀一刀 欸!這個699也太燙了 因為這個正版的 模型 這個送幾道黃貓好了 贊成送給黃貓說黃貓 喔! 海賊女帝 真的好漂亮 海賊女帝 算海賊王裡面最辣熟的 然後 等一下我看 欸!這隻是第一隻 啊!這隻我知道 這隻好像 和魯夫在那邊燒煎 好像把魯夫打到 要倒給那隻 辣妹現在是怎樣喔? 鎖龍 艾斯 艾斯 喔!漂亮 啊!這這這這 這到底什麼東西 欸!這好看 欸! 欸!你看這模型 欸!你看這 欸!你看這 啊!這阿彬哥 這這樣 199上欸 我還做得很逼真喔 還有麻麻 我的手這樣很小吃 好! 好! 再來看 啊!這就是啦 這是一些 電動蟑螂那些 我等一下直接在進幾個玩具 可以進幾個玩具 好!ok! 這說完錢喔! 聖石傳說 這日本叫做咖啡油 這之前不知道叫什麼 什麼 什麼 銀彈超人 鹹人 齁! 這隻鋼鐵人的那個 爬都已經 已經那個退色了 對啊 鋼鐵人的爬 然後來啦,也要幫女性的觀眾摸個福利 齁,這以前有一個女孩小甜甜從小生產在孤兒園 我跟現在的玩具齁,大人來說,我就覺得有比較便宜 欸,以前,以前這隻芭比娃娃有喔 好像都刮青的款,以前二三十年前,差不多三十年前的芭比娃娃刮青多貴,你知道嗎 這種東西,有人在收藏 哎呦,要直接送花貓好喔 這隻鞋子我會兒子 以前小孩 小孩在玩一種 你把鞋子有嗎 你把鞋子 用那個奶瓶下去 他會拔起來 他會鞋子 我都把他摆進口 這戰鬥陀螺 我最喜歡他玩的是 我現在玩具店 玩具店有比較熟 1399 這隻這樣比較熟 這台好有印象 這是最熟的恩人 但這不知道是烏鞋的嗎 這要怎樣 對啊 唐客在這裡 唐客在這裡 這可以開開嗎 請問動手 沒關係我們看就好 這手不先走 這種鏈子很奇怪 沒關係恩人怎麼買這個就好 好 這裡都是一些遙控的大腳車 有在車車 空拍機 唉唷 這種機器我怎麼看 欸 騎電船 欸 這九八鬼胸 這隻 它可以變成這樣嗎 你把那個鞋子叫來一下 快點 把那個鞋子叫來一下 這是可以這樣變嗎 這是裡面一隻有兩隻嗎 沒有 明明它是一隻 它裡面有這個 打包可以改成這樣嗎 不是 它有配件你可以裝上去 像這個配件裝上去的話 你可以直接在地上做滑行的動作 就像滑行液一樣 然後另外一個配件的意思是說 你可以把它放置於水中 像那種桌 喔 搭氣墊床 所以這999這三行就可以算三行嗎 就是有三種模式 那主要主體的話 是以這一個為主 我可以加它這隻 我來問一下 它這隻這不是無線馬達嗎 還是一般而已 一般馬達而已 一般馬達 但它的話 它是在於說它的穩定度比較高 那相對你這種室外機 它在外面玩的話 它會有一個定高模式 它可以直接定在半空中 好 不會像有些飛機會這樣左右 會換的 有陀螺椅就對了 對 我來問一下 它這隻 這隻它的鼓這是遙控嗎 不是 它是在於說 它這只是它的身體的一部分 尾巴還沒有裝上去 當你把尾巴裝上去的時候 它的長度可以到95公分 但是它是摸到頭要另外買的嗎 沒有 它是已經搭在裡面的 那它的特別的地方是說 你可以把小隻的孔狼 放到它的嘴巴裡面 它肚子中沒有一個洞 可以讓孔狼掉出來 讓孔狼掉出來 讓它咬了 對 就是像那個邏輯四經 把孔狼吃下去的感覺 那它是實體的 不用不用Dance 它是沒有任何聲音音效的 它只是一個動作 它就是一個 類似像那種 鬼道設計 你就吃下去 然後掉進去肚子裡面這樣 清袋玩具 它這麼好爽 哈哈哈哈 我來看它的口腔 喔 吃了 但是它吃了 如果放不出來 你就是不能放太大的孔狼 這可以算一種孔狼修 要算小隻 它一樣算小隻 這樣就對了 不是 這隻的話它傳到是有聲光 它有聲音 喔 喔 哇 這看 這很像人家的電視在講過 裡面有用潤滑衣服 這個的話都是真的 諸多季世界授權的 欸 我知道啊 它很好爽 欸 它還有這個皮 欸 這皮有夠熟的啦 三駝龍 喔 這算裡面拍人就對了 啊 這算 啊 那這隻我知道 這隻就是 一杯杯子 放下去 恐龍放下去 這隻 我好像有印象喔 欸我好像真的買回來算也很好算耶 對啊 好來 我們大概 因為人家搬了 我們裡面大概再逛一下 這樣就好 我要簡單講啦 因為 逛這個玩具店 是覺得 看起來蠻紓壓的啦 看起來很爽的 喔 大隻樂高啦 啊 大隻雞雞啦 喔 這個好 這個就是要這樣玩 齁 我來看 來贊成白同學 每個月 都來買一次玩具的刷衣 這樣我來看 你以後 再加一個 比較頭前的那種 那個什麼 樂靠 樂靠比較頭前的 名次有沒有 白同學 再來 利用這個 名義來自肥 買東西 好啦 大概簡單講就這樣 我們去 結帳啦 然後我們 因為他那個測試還有時間 我們再回去拍開箱分享的同學 這隻以前很流行 啊 這個遙控的動向 欸 我看你真的想買這隻 對啊 你不敢吃嗎 你吃很爽 欸 啊這色咧 這色有比較漂亮 你比較加在哪裡上 我比較加灰藍色 所以他坦克裡面還有其他顏色 所以你加灰藍這樣比較漂亮 啊這怪獸怪獸的鋁帶 我看幾個 欸這1,600塊而已 這這鋁帶的感覺 欸這 好啦我先看一下啦 我也想買這隻怪獸 我可以來買 怪獸的鋁帶 好 喔 警察車這隻漂亮喔 啊 還會發光的 好啦 結帳啦 欸 你給我比比看怎麼樣 謝謝比比 謝謝比比 好 走啦 好